男性女乳症的確跟乳癌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讓我們免費用縮的路直接用觀察 用看的會更清楚 大家好 我是翠州美學的蔡芸大醫師 今天用一點時間跟大家一起破解男性女乳症的迷思 來 日常作息 遺產 疾病 藥物 其實成年的男生呢 乳腺組織因為沒有特殊的功能 所以大部分都已經穩縮了 在乳頭的下方並不會有一些真身的情形 那下方的脂肪也是均勻的很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右邊這張圖 可以看到這裡比較亮的黃色的地方 就是因為各種原因導致他的乳腺的真身 所以會在我們的乳頭乳菸的下方 會感覺到一個腫塊 硬塊 那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種會讓男生覺得自己有男性女乳症的 就是抗脂肪過度的堆積 在我們整個胸部上 跟胸臂上 更多的情況是這兩種情況會一起出現 大家都知道男性女乳症的原因就是 因為母性荷爾蒙過度的崩化 牙縮男性荷爾蒙所以造成這個母性的精神 那它的原因非常多種 比如說第一種就是這個體代肥胖 肥胖的人容易在左邊血管的地方 會促進女性荷爾蒙的生存 所以它也比較容易造成男性女乳症的發生 第二個就是一些藥物的使用 比如說使用一些心臟科的藥物 或是說抗憂鬱劑或是抗成熟等等的這些藥物 都有可能造成男性女乳症的發生 第三個就是年紀的部分 年紀的部分比較好發的年紀 大概是在我們的這個嬰兒時期 或者是在我們青春期 或者是到年老的時候 中老年期的時候 這些事情我們的荷爾蒙都會比較溫亂一些 所以也比較容易產生這個男性女乳症的狀況 接下來其他原因比如說疾病 那疾病的部分就很多了 比如說我們的肝硬化 或是我們的腎衰竭 或者是我們的甲狀腺機能抗進 或者是一些像是我們的睪丸腫瘤 睪丸的外傷都有可能造成這些問題 最後一個相關的因素就是遺傳 某些遺傳疾病 比如說方向環媒過多症候群 也會造成女性荷爾蒙過度的生存 而造成這個男性女乳症的發生 男性女乳症的確跟乳癌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女其用縮的路直接用觀察 你們看得不更清楚 男性女乳症跟乳癌到底有哪些差別 我們從TUTA上可以來看 男性女乳症摸到的狀態 一定是在我們的乳頭語音的正下方 那如果是乳癌的話 它可以分布在我們胸臂上的任人的一個地方 那另外就是摸起來的感覺 男性女乳症摸到這個狀態的感覺 它是比較彈性規則可移動的 但是如果是我們乳癌 它可能摸起來 邊緣是一個不規則 而且很硬 無法移動 甚至它會產生一些症狀 譬如說凹陷或是一些很黏霧的情形 所以這就是它們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張圖 我們會請病人雙手抱在肩膀的後方 那我們會在乳頭乳癌的正下方 來做一個處置 如果是男性女乳症的病人 我們大概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摸到一顆像是橡膠球感覺的 而是彈性可移動的這個一個狀態 那我們現場再請到一位猛男 來示範我們做檢查的樣子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就是我們的猛男 那我們在處枕的時候 這是它乳頭乳癌的地方 如果是男性女乳症的患者 我們在像這樣子的方式去處枕的時候 可以摸到像是一個橡膠球 在它乳頭乳癌的正下方 懷疑像是乳癌的其他疾病 它的分布就不一定是乳頭乳癌的正下方 它有可能分布在任何地方 那它摸起來的感覺也是完全不一樣 豆漿的部分大家過去會比較有這個疑慮 就是說因為裡面有這個大動益惶恐 然後它的功能類似我們的刺激素 可以造成一些 瘤性荷脈的刺激 達到相同的作用 但是其實在一般正常的社群 比如說一天一杯 這樣子的豆漿的社群 它是不會造成這樣子的問題的 第二個就是 我們講的這個部分 就是雞排的部分 那雞排的部分我覺得是有相關的 如果你長期使用這種 動物的一些脂肪的部分 或者是這些內臟的部分 因為食物鏈而囤積在裡面的一些環境症候 造成增加我們男性女症發生的機會 第三點呢 就是塑化劑的使用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得到男性女症的機會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那這個塑化劑 譬如說DHP 的部分 常常存在我們的保鮮膜或是塑膠袋上面 它是一種限制性的分子 那很容易在一些加熱或者是一些油脂 放置在上面的時候導致這些有害物質勝出 如果攝取到這些環境症候 可能增加我們得到男性女症的機會 男性女症撇除掉我們剛才提到的這些疾病的原因 或是藥物使用的原因 有這些原因的話 我們當然是要先治療一些疾病 或是體質使用的藥物 那除了這些原因以外 造成我們一些外觀上的困擾 減肥或者是運動 你卻可以讓我們的脂肪變少 但是它卻沒有辦法讓我們真生的乳腺組織變少 要讓真生的這些乳腺組織變少 大概也是需要手術的治療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分為乳腺組織跟脂肪組織來看 那如果我們在手術後切除了真生的乳腺組織 但是通常我們不會全部切掉 因為全部切掉也可能造成局部的凹陷 也造成這個外觀上的不好看 如果以後沒有其他的疾病或是藥物的原因造成 它用真生的話 基本上它就不會再出現 但是脂肪的部分就是 也有可能之後因為增痛或者是腹胖 而造成脂肪組織變多 造成這個外觀上的不好看 男性女症造成這個外觀上的困擾 它主要的原因就來自於這個脂肪堆積和乳腺的真生 脂肪的堆積的部分或許可以靠我們的飲食健重 按運動來做部分的改善 但是母腺的真生部分 則是必須靠這個手術的治療才能達到它的效果 看完這集希望大家對男性女症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遇到相關的問題也尋求專業的協助 那我們就到這邊結束了 掰掰 然後最後一個還有一個就是 好 希望大家對男性女症有更深入的了解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